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昨天在回家的路上偶然遇到一对夫妻在吵架 远远就听到丈夫扯着嗓子大喊 你还想和我离婚 我告诉你 我离了婚大把的年轻姑娘往我身上贴 你可就不一样了 离了婚的女人就是二手货 我看谁还要你 妻子冷笑反驳着 哼 我有没有人要不用你管 先把这婚离了再说 见有人路过 俩人不自觉地放低了音量 我也很识时务地低头快走 但是丈夫的话却久久在我脑海中盘旋 离了婚的女人 真的有那位丈夫所说的那样不堪吗 离了婚的男人 真的有那么多姑娘往上贴吗 很多人对于男人再娶都抱有一种乐观的态度 男人似时是枝花 二婚男人是个宝 事业发展起来了 人生经验丰富了 心里成熟了 更懂得照顾女人了 所以离婚再娶根本不是问题 而对于女人再嫁 大多数人都抱有一种消极态度 女人年龄大了都不好嫁人了 更何况是二婚的女人 可能连豆腐渣都不算了 但其实也不尽然 男人是理性动物 女人是感性动物 其实大多数情况下 女人都是不愿意离婚的 但一旦离了婚 男人却不一定比女人过得好 女人离了婚之后 更容易建立生活秩序 该做的家务照样做 该带的孩子照样带 这都是自己原本一直在做的事情 所以对她来说 生活上没有什么变化 但男人明显就不一样了 过惯了一来伸手 翻来张口的生活 现在让他们重新开始照顾自己 学会打理自己的生活 那就是男上加男了 近几年 日本退休离婚的现象 成为了一个严重的社会问题 日本男人一生都在工作 下班后也不回家 跑去和朋友同事喝酒娱乐 不做家务 不经营夫妻感情 退休后的他们也整天在家 一致气势 让妻子们不厌其烦 而日本法律有这样一个规定 妻子享有与丈夫平分退休金的权利 丈夫一旦退休 有了养老金的妻子们 便不愿意再承受这样的委屈 纷纷提出离婚 调查显示 过去十年 女人照顾了一辈子的男人 被退休离婚后 很难照顾好自己 生活过得很惨淡 抑郁 自杀 犯罪等发生率逐年上升 女性对情感的依赖多 而男性对生活的依赖多 一旦女性对男人没了感情 离婚只是一个艰难的决定而已 离婚后的他们 照样能够把自己打扮得漂漂亮亮 继续自己的人生 但男人就不一样了 他们需要重新建立自己的生活秩序 国外有这样一个调查结果 男人在离婚后的生活质量大大降低 放纵自己 饮食不规律 体重大增 有48%的男人声称自己感到异常孤独 相反 离婚后的女人 却日子过得越来越滋润 感到自己孤独的女性 百分比只占到总人数的28% 但现实生活 为什么给人营造出一种 离婚后的男人是朵花的假象呢 为什么在我们的潜意识里 总觉得二婚的女人不好嫁 其实说句实话 很多时候 二婚的女人不是不好嫁 而是自己不想嫁而已 因为当真正要离婚的时候 除非迫不得已 大多数女人可以不要钱 不要房子 只愿要孩子 她们可以为了自己的情绪 为了孩子不受委屈 选择不再婚 而男人往往恢复了自由身 二婚相对来说更加容易些 可是如果反过来呢 如果是个二婚男带个孩子呢 或许结果就不一样了 粉丝陶月今年25岁 爱上了一个二婚男人 男人的前妻没有要孩子 孩子一直都是男人在抚养 可男人却向陶月 隐瞒了这个真相 两人恋爱了半年多 陶月就告知了父母 过程当然没有那么顺利 父母又闹又哭就是不愿意 可是拗不过陶月 最终还是答应了 可当对方告诉陶月 那个她见过几面的小女孩 以后需要陶月来照顾的时候 陶月退缩了 她不知道怎么和孩子相处 她不知道自己该怎么当这个后妈 她不知道这个六七岁 已经有了独立思想的小女孩 是否能够接受她 陶月的父母一听 更是不同意了 最后两个人还是选择了分手 所以离婚后不是男人过得更好 更容易结婚 而是不带孩子的那一方 再婚更加容易一些 都说女人结了婚后变化很大 从食指不沾阳春水变成全能处神 从小公主变成首席保姆 从人见人爱的社交小能手 变成整天只有孩子老公家务的家庭主妇 可你们不知道的是 离了婚的女人变化更大 她们会变好变美变有钱 为什么呢 因为人的精力都是有限的 当你需要照顾老公孩子家庭的时候 每天都累死了 哪有时间健身赚钱打扮自己 朋友刘薇离婚后 除了照顾孩子外 还有大把的时间打理自己的生活 健身 报名插花班 一到假期就带着孩子出去旅游 工作上尽心尽力 生活中善待自己 精神上不断丰富自我 过得挺好 她说自己没有离婚前 觉得朝九晚五的日子挺好的 可是现在离了婚 经济上有了压力 反而给了她动力 让她可以更加努力地去生活 她觉得每个女人都有无限可能 每个女人都有可能变美变有钱 只不过之前都被家庭束缚住了 这让我想起了之前看过的一个街头采访 视频中是一个年轻漂亮的姑娘 看上去只有二十多岁的样子 青春貌美 穿着也很时尚 但实际上已经三十七岁了 而儿子也已经八岁了 她在采访中说道 自己和老公曾经结婚过了一年 然后分开了 离了婚的女人真的是豆腐渣吗 如果说视频中的女人是豆腐渣 那我想大概有很多女人 愿意当豆腐渣吧 我写这篇文章呢 不是鼓励你去离婚 不是说你不怕离婚就要离婚 而是阐述这样一个事实 离婚不可怕 只是换了一种生活方式而已 演员张雨琪最近频繁上热搜 自她宣布和前夫袁八元离婚后 才没几天时间就有路人拍到张雨琪和袁八元 两人一起同行的照片 面对刚离婚又疑似复合的传闻 她直接发微博表示 一个单身的女人可以接受全世界单身男人的追求 包括她的前夫 所以离婚不可怕 关键在于你怎样看待离婚这件事 离婚后能不能过得好 不取决于男女性别的因素 而是自身的综合素质 离了婚的女人 你们的新生活要开始了 别怕 只要你牛 离了婚也一样牛 那些没离婚的女人 也别怕 努力工作 多赚点钱 别丢掉自己 只要你越不怕离婚 才越不会离婚 好了 今晚的文章分享就到这里 感谢您的守候与聆听 关注读者新媒体 和我们一起成为更好的读者 如果喜欢我的声音 可以在文字下方找到我的联系方式 我是应由 让我们在下个夜晚 不听不散咯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